汉光演習16號下午發生 戰艘直升機失事意外 造成兩名飛官殉職 國防部17號上午在新竹國軍醫院 說明直升機零件沒有問題 我們的料界也都沒有問題 也都有按照定期的 定時的保養來做各項的階段檢查 也都是正常的 因為飛機的目前的殘骸 都已經算是燒毀的滿嚴重的 所以它有一些數據卡的部分 這個部分目前還在做殘骸的一個收整 也不知道能不能夠獲得它完整的部分 國防部表示失事原因仍需進步調查 17號上午已分別為兩位殉職飛官 舉辦召回儀式 總統蔡英文也親自前往新竹慰問家屬 這兩位弟兄在發生事故的時候 他們沒有選擇立即迫降 因為他們不想造成民宅的損失 跟更多的傷亡而選擇了轉向 他們錯失了他們自己的一個 搶救自己生命的機會 他們是我們的英雄 總統蔡英文回應會盡最大努力 協助照顧家屬 再次要求國防部詳盡調查 檢討精進 而殉職的高家隆上尉 從小在戲指聖方記天主堂長大 教友文殉感到相當不捨 一早就前往靈堂致議 今天他就是跟那個就是把他用來的冰藏 比賽當然後追思 晚上八點會有一個泰澤祈禱 泰澤祈禱好像是大難是用四個送唱的方式 對因為音必定是主要發生 所以我們特別把他這個事情夾在我們的祈禱裡面 戲指聖方記天主堂希望族人能共同為殉職的高家隆上尉代導 祈求他能夠安息 另外下午兩殉職飛官移領到國軍桃園總醫院後 國防部長顏德發也率領官兵前往悼念 原始新聞朱古靶號已故新竹市桃園市採訪報導